因为境遇低温所以水气是相当的充足 下雪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多 而只有一个摄影团队就特地上山去拍这个婚纱照 作品一po出网也引来将近八万名的网友按赞 摄影师也笑着说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合幻山上三度低温这一行四个人不为风寒外拍婚纱照 动作多一点 动作多给我一点 抓过来 抓过来 model身穿着白纱和满地的积雪看起来连成一条线 就像踏在雪白色的星光大刀上 一直做就好了 不要一直做 你要等我们快门身 好 下一个 好 再来一个 快门身不中断 女model身上从披着披肩到只穿一件薄白纱 和带着一个暖暖包 寒风中任何姿势还是都难不倒她 两秒一个动作 表情动作都很到位 就是为了要拍出最美的照片 而这位摄影师特地从台南北上 原本是要带着团队到台中的海边拍婚纱 前一晚才临时起意 决定直接冲上合欢山拍雪景 边在拍摄边飘雪 然后雪都会融化在镜头上面变成水 对 然后又一直起大雾 经历两小时的拍摄也幸运的遇上飘雪 摄影师把作品放到脸书上 马上引起热烈的讨论 更是吸引七万多名的网友按赞 她也笑说虽然拍摄时很冷 但看到成品后觉得一切都值得 记者南投报导